如今,华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最主要的还是高端芯片无处代工 台积电在2020年9月15日 按美方芯片禁令要求实施了断工 现在已经有18个多月了 照目前情况来看 重启芯片代工的希望不太大 因为最近,台积电又按要求对额实施断工 并且还专门指出 他们有严格的出口控制体系 会确保遵守出口管制规定 也就是说,台积电基本上是指望不上了 华为的芯片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解决 可能还有些人会说 华为当初只布局了芯片设计 没有入局芯片制造 才出现了现在的局面 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 虽然华为也曾承认 但华为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 芯片设计能够做到全球领先 不顺于苹果、高通等 已经实属不易 也是耗费了华为不少的时间和资金 另外,看看苹果、高通等美企巨头 不也只是芯片设计吗? 况且,入局芯片制造并不简单 需要的是全产业链的支持 不然还是会受到限制 像大陆技术最先进的中芯国际 不少设备、材料等还是要依赖国外 因此也受到美方芯片规则的限制 不能给华为代工芯片 还不能生产制造10nm以下制成的芯片 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芯片产业链的水平还不得 尤其是光刻机还需要从ASML进口 并且ASML也受限制 EUV光刻机不能卖给我们 只能给我们出货DUV光刻机和其他产品 而要解决华为的芯片问题 还就得EUV光刻机 因此我们只能自己去突破 其实,对于光刻机 我们一直在努力 大家知道,光刻机涉及的零部件较多 相关技术也多 因此不仅有光刻厂商上海微电子在攻坚 其他相关厂商也在为此努力 近日有消息传来 北京国王光学的生产基地项目已经完成招标 预计在2023年投入运行 该厂光刻机曝光光学系统产品 这为国产光刻机的尽快实现又做出一项贡献 不仅这个 之前光刻机相关技术已经有了多项相关突破 国产光刻机越来越近了 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 因为一直以来 大家听到的大多是光刻机涉及的零部件太多了 是集合了全球多个国家多项领先的科技技术 单靠我们自己是很难实现的 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其实也是ASML的一种策略 是想通过这样的思想来打击我们前进的信心 以保持他们的领先地位 要知道,我们可是有举国大体制优势 况且,ASML之前表示给我们图纸也造不出来 如今,总裁都已经改口称 我们实现光刻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还表示15年内就会有突破 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危机来临 就在这个时候,台积电又突然宣布一项进展 ASML没想到的危机提前到来了 台积电利用7纳米制程 通过3D封装工艺 做出了内含600亿个晶体管的芯片 这可比传统的7纳米工艺强很多 芯片提升了40% 能耗比提升16% 这相当的厉害 要知道,台积电利用原来的制程工艺 生产的苹果7纳米芯片A13才集成了85亿个晶体管 5纳米芯片A14则也才拥有118亿个晶体管 而这个芯片达到了600亿个 这其实是另一种芯片制造的道路 就是先进封装技术 这样的话,就可以摆脱EUV光刻机 利用DUV光刻机生产低制程的芯片 然后再通过先进封装达到高制程芯片 这样的技术如果成功推广开来 那么ASML的EUV光刻机的需求就不那么大了 这对于ASML来说 真的是危机提前到来了 这样的话,ASML可能就会走下坡路了 值得一提的是,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十家巨头 近期又组建了小芯片联盟 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标准,打造小芯片生态体系 就是要将这个技术不断推广开来 其实,对于先进封装技术,大陆的中芯国际和其他封装企业也在研究 还有华为,申请过多项芯片封装方面的专利 之前提到过的芯片叠加技术,也是这个思路 这样说的话,利用先进封装技术也可以作为解决华为高端芯片的一个重要思路 但也不能放弃光刻机的相关研发,实现国产光刻机 尤其是EUV光刻机也是必要的 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种突破 应该统筹兼顾,才能尽快解决芯片巧脖子难题 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种突破